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歡迎收看政材有詞 你有沒有常會有一個經驗 就很多時候你在對自己的時候 做一些願望或什麼都會說 壞的不靈 好的靈 壞的不靈 好的靈 但是你知道通常你講這句話沒什麼用 可是當你在罵別人或詛咒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你講的那個 比較屬於惡辭一點的話 往往會比較靈驗 那也告訴你說 對 有時候休可得當然重要 但更多的一些時候 當人心情不順的時候 你總是會出口中嘛 他真的就會靈驗嗎 或是有些人 真的是因為碰到了一些的事 他用一些的方式去詛咒別人 你最常聽到的 譬如說穿紅衣服 發生的一些的事情 或是你聽到一些所謂的 冤親在主 是不是這時候人家回來所在 類似像這些情形 真有其事嗎 而如果要是自己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又該怎麼樣去做化解呢 不管怎麼說 民俗的東西您信與不信之間 可是在心靈上面 到底又該怎麼樣 能夠讓自己能夠真的安定沉穩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你要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我們大家起來看看 民俗所講的這些事情 到底是真的假的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如果真的碰到這些事情 那又該怎麼辦 來 一開始我們給你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手邊第一位 資深媒田 許盛梅 大家好 宮廟達人 牛腿 大家好 右手邊為你邀請到的是 民俗專家 許盛梅老師 大家好 律師 蔡晨峰 大家好 好 順美 我們講說為什麼 講說詛咒這種事情非常可怕 因為這個是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殯葬業者 他的遺跡八文 我說實話 妙齡女上吊聲謊就已經很誇張 拳頭緊握 而且他還去掰那個拳頭 是 這個殯葬業者呢 他是說有一次接到一個案子 那這個往生者 他是一個上吊輕聲的 很年輕的女生 他到現場去之後 因為法醫要驗屍嘛 他說中午的時間 照理說很熱 但是他的感覺就已經跟普通的時間不太一樣 就特別陰涼 然後到現場看到這個死者 的確就是雙手握著拳頭 而且是緊緊的握著 然後連法醫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那這個殯葬業者就說 因為以他的經驗 他說會不會就是說 這位往生者他有一些心願味料 就這樣 然後這個香驗結束之後呢 這個殯葬業者要幫他整理大體 所以基本上他這麼硬著握著手的話 其實慢慢按摩他會鬆開 那結果慢慢翻開看到一點點縫隙的時候 就發現說為什麼要緊握拳頭 為什麼 是他其實手掌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字 該不會是一些遺言吧 就這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是一個人的名字 是一個男生的名字 然後出生年月日 他的地址 他的相關資料 OK 所以這個殯葬業者就想說 這可能是他的一個未完心願 但也沒有多問 然後處理完之後呢 之後就幫他辦了這個喪禮 這個殯葬業者本身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靈異體質 有的時候會看得到 他說這個喪禮後來圓滿結束 結束之前 他有看到那個女生 就站在遠遠的地方 就大概跟他點了一下頭 那這個殯葬業者的意思是說 他覺得應該有什麼事情 好像有什麼事情沒有結束 但是你知道他也不方便問什麼 那顯然這個對方是來跟他謝謝的 不到一個月 這個殯葬業者又接到一個案子 這一次這個往生者是一個男性 然後是車禍往生 然後這一次他不用處理大體 是這個大體處理完之後呢 要辦喪禮對不對 那這個殯葬業者 他當時負責的工作 是請就是帶著家屬去領大體 請問領大體的時候 是不是要核對資料 以避免弄錯嘛 好 到這個殯葬的時候 某某某出生年月日 地址所有資料 都跟那個女生手掌上寫的一模一樣 哇 講到這裡我真的毛骨悚然 一個月前上吊親身的女生 念之在之的這個男的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 讓這個女生上吊親身 不到一個月之後 這個男的 因為他也聽了家屬在講說 他不可能這樣死的啊 就是一個離奇的車禍 不知道怎麼樣 自撞就死了 大家知道了吧 這個男的不知道做了什麼事 讓這個女的在不到一個月之後 可能就把這個男的給帶走了 謝老師 這個真的有他的關聯性 真的是被帶走的嗎 他真的把人家的深層八字 什麼寫在手上 他真的會產生這樣的怨念 其實我覺得那個就是怨念比較重 因為通常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在處理類似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人 他眼睛怎麼樣都不願意閉上去 或者像剛剛講他的拳頭緊握 或者是他守一個姿勢 就是你沒有辦法讓他順其自然放下來 通常一般像比如說 往生他們在處理到一定時候 要幫他換衣服 你會發現他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彎 他不彎身不那個 他沒有辦法穿進去 如果沒有怨念的情況下 你跟他說 他會自然就瞬間那個就放軟 然後讓你可以方便穿進去 可是那種都不放的 他一定是有他的執念存在 那他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刻意把他寫在這邊 而且緊握 那個就是他有一個怨念是 他希望他下去之後 他還要記得要去哪裡找這個人 如果要是等到那個人被帶走了以後 他的整個怨念才放得下來 他就是讓他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什麼 一般猜測啦 你猜測可能是 中間是不是有感情之間的一些故事 或什麼這些 所以就是我也不會一個人走 然後留你一個人在陽間 我一定要把你也跟著帶走 類似像這樣一些情形 可是老師我們一般看 我們不只想說 譬如說如果是上吊輕聲的 上吊輕聲的話 那個柱啊 梁啊 還有那個什麼繩子 都要有特別的處理嘛 對 可是有些人講說 像譬如如果是跳樓或什麼那些 那個是不是也要經過特別處理 就那個地方或怎麼樣 要不然會同一個地方 會不會還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通常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他自己本身 只是他自己想要 覺得他過不去 過不了那個坎 那麼他跳下去的時候 通常這一種呢 大概就是他會每一天在 同個時段裡頭 重複做同樣的動作而已 但是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他有特別的怨念 像譬如說曾經有個孕婦 那她是跳樓 跳樓的時候 一般像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人摔下去之後 就是彈在那個地方 但這個孕婦很奇怪 他從樓上跳下去的時候 人是站著的 裡面骨頭碎掉了 人還是站著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不對 這一定是有冤情 而且你為什麼要穿紅衣服 去跳這個樓呢 而且肚子裡頭還有個小孩 後來他們就去找 就是他監視器拍才知道 我看了那個影片 他就是後來就是人家流氓來 然後他一個女孩子 然後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他還往他的肚子踹 踹一腳 然後這個女生其實說實話 當然不管他是財務上或怎麼樣 但是基本上他沒有辦法 無力對抗 所以最後他選擇跳樓 但我想他的意念非常的堅強 才有辦法讓人支撐的 到從樓上摔下來之後 還有辦法就是全身這樣站在那個地方 好 還是要提醒大家 沒有過不了的卡 OK 那千萬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事情 可是你說這個女兒 是在手上寫字嘛對不對 如果您剛剛講說 有就是跳樓的方式 如果那些人有怨念 他如果在自己手上 也寫了一些蔡振鋒啊 什麼什麼這些 那他如果這樣跳下去的話 會不會 會不會真的就 就他寫的那些人 他就真的會鎖命 不一定 因為他有一個重點 放心 所以你沒事 因為有一個重點是怨念 他的執念有多強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女孩子她穿紅衣服 她跳樓 跳樓的時候 我的印象是因為她全身是紅色 連指甲都是紅色 鞋子穿紅色 襪子穿紅色 從21樓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 大家想這個人這種跳下去 有時候他會留遺書你知道嗎 遺書 遺書裡頭還寫名字耶 寫了十幾個名字 就是這個 都是這個大樓裡的人 他寫十幾個名字 意思是說他不會放過他 同一棟大樓裡面都不要寫 所以被點名了後來真的有事嗎 其中有一個 就是在他上面兩層樓的那個女生 就在大概十天以後 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 掉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時候掉的時候 他會有標記 掉的地方標記 就差不多就在那個銅櫃之上 那這個其實你就會覺得毛了 然後後來就大概不過 不過大概兩個月 又換一個男孩子來跳 不過這一次就不一樣喔 這一次他們後來查一查之後 這男的其實不是他們社區的人 可是你怎麼會跳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後來他們就這個 接下來就其他的住戶就緊張了 那我趕快去找到士來處理 到士處理沒有過 再來處理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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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請了18個刀是來處理 然後就是沒有處理掉 那怎麼辦 沒有搬家 因為他執念很強 然後他的對象太多了 多到他已經 有時候剛才講 不一定是大樓裡的住戶 連外面可能他在印象中 一個穿黃衣服的 舉例啊 黃衣服的陳先生 他現在看到一個穿黃衣服 身材差不多 可能就 就被 就下去了 對 所以有時候常常講 他的執念 跟那個是會決定 他影響的大小 OK 鄭鋒 可是剛才講的這些案例 他手上寫的那些資料 如果他的家 你知道有的家人看到以後 會覺得說 一定是 這個女孩有什麼委屈或什麼 這樣子 這樣子能夠在法律上面 能夠幫他爭取什麼嗎 其實很難啊 我們可以想像說 一個人手上寫的一個名字 那換個角度講 我們想到的是恨 那會不會有可能是 他其實想找這個人幫忙 你只有寫一個名字 只有寫他的深層八字 習俗 民俗來說 似乎代表著一些 過往的慣例 但是回到法律上 回到科學上 他就真的只是一個名字 他沒有所謂的犯罪的經過 沒有所謂的侵權行為的經過 所以 檢調根本無從著手 除非你們只能夠從那個名字 想辦法去追查看看 想出蛛絲馬跡這樣 有沒有能夠再找到有證據 或掉影帶 能夠看到他跟他之間 有任何一些什麼 要不然也沒辦法 就是他會變成一個線索 如果只是一個名字 真的很難 那之前還有人是會留遺書 有人是會在遺書上面顯說 他就會寫到具細名 就是這個男的可能性侵我 他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的話才有可能變成 檢調啟動搜查的一個過程 一份遺書這樣寫 也不代表就真的一定會這樣 一定還是要經過調查 並不是說寫了 他就是鐵真正的證據 並不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 剛剛講說這個男女關係 我們之前 就我自己辦的一個案子 也是現在想到了 那時候是 他也是一個交通意外 他在審到 那時候是 一對情侶騎摩托車 男生載的女生 然後晚上12點多 他們這小群 就轉到帶轉去 就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他們是紅燈的狀態 他們就停在那裡也停了 不是說要搶那個秒數幹嘛 就剛好是紅綠燈秒數的中間 一個殺死人過來 這個男就突然衝出去 男的當場死亡 然後女生是重傷 但是後來有救回來 那時候家屬就來找我們 因為他就覺得說一定 那個情緒放不下 所以他就希望透過律師想說 要找這個 我講明白就是 他會有一個代償的心態 希望是這個司機有問題 因為過失至死 所以那時候本來就只有監視器畫面 真的是什麼都看不出來 就是覺得就是小朋友自己違規 但後來就等到這個女孩子 就他這個女乘客之後 有這個移開家戶病房 有救回來之後 我們就有去拜訪他 因為只有他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感覺啦 就一個感覺是 他爸媽在場 所以他就說 他什麼都不記得 就趁他爸媽出去 他說 你出來 我去買便當 你好好坐 出去我就問他 那女孩子一開始不講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的醫療費用 還有你男朋友他家人 因為這件事一直放不下 如果你記得一些什麼 真的是這個駕駛的問題的話 說不定可以幫你做一些球場 陳某一下他就說 他只記得 他本來好好的停在淡轉區 但他男朋友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好像在吵架 他在跟空氣吵架 然後他後來又開始求勞 說真的不管我的事 他只聽到這 然後一切都很突然 他都還沒有來得及問 就出車禍 嗯 他男朋友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好像在吵架 他在跟空氣吵架 然後後來又開始求勞 說真的不管我的事 他只聽到這 然後一切都很突然 他都還沒有來得及問 就出車禍 他說他只能講到這個 然後這也是他唯一的印象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聽到這 到當下我當然也很毛 可是這個也不是法律能解決的事 所以後來我只跟他爸媽講說 就是可能通常我們遇到這種 大難不死啦 看是不是要去廟裡拜拜幹嘛 因為我也覺得我不方便奪嘴 這不是我能去說的事情 那後來就是案子 還是有提告過世致死嘛 對我本來那個南方的家屬來說 所以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就閒聊啦 我就提到說 那這個開會的過程 這個案子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那你們也要節哀啊幹嘛 那不知道為什麼他媽媽就 突然就很感慨 孩子的媽媽就說 你們要幾個月前 這個事發的幾個月前 其實這個男朋友 這個男孩子的前女友 才剛往生 就是一切都來得很巧妙 媽媽也沒有跟我講為什麼往生 但是在我當下聽到 好像十點多開完會 然後媽媽又說前女友往生 再加上那個女乘客的故事 當下我也是整個就毛毛的 就當天晚上就直接跑去新天宮 就是想說求個新案 所以那個案子後來 還是沒有辦法求他 沒有辦法 因為你從影片的畫面 真的是孩子自己 闖紅燈出去 因為那個駕駛它沒有酒駕 它確實進入口又減速 它真的沒有超速 但是那個就是 就這樣的距離吧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突然衝出去 駕駛是完全無照折的 因為剛剛正鋒講 有很多人的傳統觀念 大家一定都聽過嘛 就是大車撞小車 小車撞機車 機車如果碰到行人 一定都是 前面的那個倒楣嘛 就大車碰小車 大車倒楣 小車碰機車 小車倒楣 機車碰到人 機車倒楣 可是正鋒講的是 在我們法律上面 你沒有辦法期待那個司機 能夠做任何的反應 對 這怎麼能夠就怪到他 這個就是 鑑定報告上面會寫說 反應不及 就他已經超越人的 生理反應極限了 這個不能怪他 OK 可是剛才正鋒講的 對不對 老師真的 因為聽起來真的有點毛 就是他的前女友 一個月前 才剛離開 對 然後這時候他又在空氣中 吵架 然後說什麼 跟他無關 或什麼 你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時候那個前女友的事情 跟他會不會也造成他內心 他搞不好覺得你應該要負責 真的會這樣嗎 其實因為 一開始前面在講說 還沒有講到前女友的時候 當然我們立即判斷來說 應該一般來說大概就是 要不就是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他可能之後人家來找他 那第二種也有一種是前世的 前世 對 也有一種是前世 但是剛後來講說 原來是他幾個月前 他的這個前女友才走掉的時候 通常一般來說 表示他前女友走掉那個事情 其實一定是跟他有關係 當往生者 他的執念太強 他比如說 我可能就是針對你 我一心想要嫁給你 或我就是要帶你走 我們要一起那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往往就會 會出現類似這種情況 他就針對著他 那其實 一般人可能會想說 那坐在旁邊的乘客 對啊 那女孩子不會很無辜 那沒有辦法 因為剛好他坐在他旁邊 我們講雌魚之殃 那一般來說 其實一般就是去 可能也許要去給人家收受精 稍微處理一下 安一下 把它的魂魄盯下來就可以 那如果幫這個男孩子 處理案子的律師 或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雌魚之殃的問題 應該不會 因為其實 我也會擔心 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去行天工 就去行天工 因為行天工 我記得是到12點還是11點 那個時候我記得很趕 是直接衝過去 然後去了之後 就有坐了一下再離開 OK 牛腿你出過很多外景 然後拍不管在 你也在公廟服務過這些 那種怨念這種事情 應該看過很多 看過很多 但是有一些其實他沒有那麼大的運令 只是因為吵架 吵架的時候 其實婉嫁沒好話嘛 好的不領 然後壞的就很領 然後這是我一個朋友 他們家發生的事情 他們家其實有七個兄弟姐妹 然後我這個朋友他是排老妖 最小的一個 他說他從小有印象的時候 他大哥經常會跟家裡面人吵架 跟他爸爸經常在吵架 因為那時候他還小 他也不懂到底為什麼 一直到他長大之後 他慢慢的去了解 就是他哥哥原來在地方上 是一個混混 無所事事 然後一直到他國小 六年級的時候 他哥哥剛當兵回來 他哥哥又發生一件事情 跟人家吵架 然後把人家給砍傷了 然後他爸爸又賠了很多錢 那時候他哥哥又喝醉酒 然後回去之後 他媽媽當然就很不高興 就開始就跟他吵起來了 吵一吵之後 他媽媽就開始就罵他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喔 你如果出去跟人家燒台 你就叫他台詞 你不要跟台詞 因為當台詞要被人家吵架 你如果騎車去跟人家燒農 你就叫他都農事 你不要去人家農事 你像我叫他都農事 你如果要去哪裡 你洗洗水就好了 結果他兒子就起酒笑 因為聽到他媽媽這樣喊 一起酒笑就把公子全部把它掃掉 然後掃掉之後 他爸就出來加入戰區了 就吵了吵去了 然後結果他這個大哥就 轉頭就要出去 然後出去的時候 就對著他媽講說 我如果不好死 我也來抓你 就這樣吵了就出去了 結果出去之後 隔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他們家電話響了 然後打來是警察局 然後警察局就打電話來 跟他講說 你們家某某某出了車禍 現在在醫院裡面 他爸媽當然就趕快趕過去 可是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已經往生了 往生那只好就幫他辦喪事 結果辦喪事到頭七那一天 結果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媽媽突然間做了噩夢 然後好像咖啡笑的 他在家白話 然後說你不要再抓… 然後接著就一年 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 幾乎都是每天 都是做這樣的噩夢 然後一直在那邊喊 他爸看他不行 就把他帶去一些公廟 然後還到醫院裡面去做檢查 弄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沒有好 包括去公廟處理也都沒有好 最後他媽媽就發瘋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驟戀 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就是為了這樣吵架 可是就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老師這個剛剛講 如果你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就講說一定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念 因為他兒子那時候不講說 如果他被 他如果發生什麼事的話 他也會來帶他 所以可能會這樣 但是你說每天晚上然後這樣子 而且找老師沒有辦法化解嗎 如果他怨念很深 然後 而且重點是他真的 那個時候氣血 你知道人在氣的時候 整個衝到腦袋去 這一片混亂 然後好吧 他那個時候也許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發生車禍 才會死掉 但是他當時的腦袋裡頭 一心想的事情 如果好啦 我死掉 我也不會讓你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會出現現在這種情況 因為他的腦袋裡頭只有一個念頭 那這個一般來說就很麻煩 不過就是要看那個 公養老師怎麼去處理 也許有一些老師會真的做協調 做溝通 甚至請神明來那個 你畢竟你是他的兒子嘛 他也不希望你那個 那也許溝通處理以後 也許會有機會 這份有很多時候 我們講說就有人吵架 也會詛咒別人嘛 就你們全家怎麼樣 或什麼什麼這些 所以在法律上會出法嗎 詛咒的部分是 不太可能處罰 我們講什麼叫詛咒 用百話文我的理解就是 你祈禱 你希望透過鬼神的力量 讓別人發生不好的事 這叫詛咒 那既然牽扯到鬼神 就不會有證據 不是科學能去檢驗的 所以回到我們凡間的法律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制裁 或去證明這個東西 所以單純的詛咒是 沒有辦法處罰 但有一些不是詛咒 有一些可能會 所以言語再搶唸一點 會變恐嚇 譬如 譬如說 你就不要去外面 不要讓車弄死 我會叫人來丹利 結果後面他又多加了很多 讓人家覺得知道說 他可能在家裡就說 我有洗手的啦 你出門就小心啦 這種就有可能會牽扯到恐嚇 他跟單純的詛咒又不一樣 分開講 就如果只是講說 如果啦 如果有人就只是講說 罵對方 你出門被車撞死 這算詛咒 如果他講說 你出門走路小心點 路上的車 最好多看一點 要不然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這樣子就算恐嚇 這就有可能是恐嚇 對 類似的詩 跟語氣也有關係 那還要跟他前後文 就是讓我犧牲恐懼 對對對 要有前後文 如果他說 這附近的人我都很熟啊 你出門小心 你知道我做什麼 這種前後文搭起來 就有可能是 一種惡害通知 他跟單純詛咒不一樣 小五哥剛剛詮釋得很好 但是像剛剛這個例子啊 其實有一個比較例外的狀況 因為他是家庭成員間的救護 所以他其實很有可能涉及到 是家庭暴力防治法 他是會 因為 譬如說 兒子這樣對媽媽講這些話的時候 確實就造成媽媽心理上 精神上的 這個壓迫 我們可以講 甚至可以說是精神上的虐待 所以像這個狀況 其實是可以去申請保護令的 這個是跟本來的就是 題外話 在家庭成員之間 確實有這個狀況 你就可以去申請保護令 那有時候 保護令啊 他可以適時的讓雙方冷靜一下 禁止雙方密切接觸 禁止直接通信 這個是 對於理論上 對於一個家庭和諧應該是要有幫助才對 順美我們講冤親債主的這種東西 你知道冤親債主 而且那種幾輩子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環環相扣的這種 這種常聽說 對 因為在我們的宗教信仰裡面 不論你信或不信 很多人會相信 我有一些事情是跟我的前幾世有關係 所以我這一次就累事要還這些債 那這個冤親債主的故事呢 來自一個小女孩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網友呢 他說有一段時間 他的小子女住在他們家 恐怕就是他的父母親也許工作忙之類的 就由這個網友的媽媽來照顧他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小孩子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夜哭 就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小子女是自己有一個房間 然後網友的媽媽在睡覺的時候 這小子女竟然自己把那個媽媽的門推開 跑進來半夜喔 然後搖那個網友的媽媽 把他搖醒到半夜耶 把他搖醒之後就說找到了 就這樣喔 面無表情 找到了 然後就倒在那個床上就睡著了 而且他說找到了呢 不是小女孩的口吻 那這個媽媽就覺得 不是小孩夜哭的問題 對 這講起來那麼忙不懂的 這太可怕了 所以這個網友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每個家庭是這樣 他們有宗教信仰 會固定比如說到哪個廟去拜拜 然後那個神都會是自己的守護神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網友一看不對喔 因為媽媽也覺得怪怪的 所以他們就到廟裡面去尋求神明指示 神明的指示要透過誰 透過姬童 那他們有熟悉的人 就這個姬童呢 請了神明下來就問 這一問就知道了 啊不行 有冤親債主 債主找上這個小女生了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神明呢 就透過姬童就給了一個福 這個福還蠻厲害 就說你就讓她掛著好了 掛在身上保平安 所以他們回去之後 就讓這小女生就掛了這個福 掛了這個福之後 睡得特別好 顯然就沒問題了嘛 那我現在問各位 沒有問題嗎 問題大了 為什麼 債主怎麼辦 因為那個福就是讓債主 不能靠近她的身體 對啊 可是這個小女生 她恐怕在三世五世之前 她是欠了我什麼什麼的 那這個要還啊 她不還我就站在這裡等你啊 可是誰給她戴那個福的 不就是這個網友嗎 對啊 對啊 那再就轉嫁到你身上了 本來就是這樣啊 冤有頭債有主 但我今天找不到我原來的人 我就只能找你 所以這個網友說 這個小子女後來很好睡 他們就覺得沒事了嘛 結果這個網友一次要去上班 騎車 莫名其妙就累殘 整個臉整個破掉 哇這一摔 她心裡就發毛了 因為她在摔的時候呢 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聽到有個女生的聲音 說了一句話 多管閒事 她就覺得啊啊 不對啊 因為顯然是被找傷了 她就趕快到這個廟裡找這個 就打電話給他們那個廟裡熟悉的那個機桶 結果那個阿伯大概也知道怎麼回事了 立馬衝來她家 因為已經摔破臉了嘛 就表示早上來了 阿伯來的時候 那個褲子也多大你知道嗎 七星劍也拿來了 大家都知道 七星劍的意思就是斬妖除魔 斬妖除魔 這個阿伯本身是機身 好來的時候就把這個架式擺好 神明請下來 而且這一次請的神 大家都知道喔 不一定請同一尊神喔 這一次請的是帝雅公 這個等一下謝老師會補充啦 他說就是很厲害的 帝雅公就下來了 下來之後呢各位知道 要跟這個債主對話 帝雅公就罵了 就是說我前面一次饒了你了 現在真的 冤有頭載有主 這個人跟你真的沒有關係 那你這樣做就太過分了 如果你現在還不走 我就讓你灰飛煙滅 你就別想投胎 然後七星劍一直就指到那個陽台上去 哇那整個過程這個網友 形容得非常非常的細 就說後來這個整個這個窗簾 然後整個都飛起來 然後經過一陣子帝雅公的這個施法之後 感覺應該結束了 對啊 之後呢這個這個機身就跟這個網友說 你還有最後一件事你要做 畢竟這個債主他真的 就欠人家 他討不到嘛 現在他必須走了 那你要送他上路 所以我現在給你一疊金紙 然後呢這個機桶就剛剛說 你又到外面的什麼什麼地方去燒 你燒的時候都不要講什麼 就燒 因為不干你的事 你就燒 請記住 第一不要跟他對話 第二不要回頭 送他上路就好 然後哇你知道這個網友說 他真的是一輩子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到指定的地點就燒 把金紙燒完 認真的燒 然後確定了也不對話 也不用拜什麼的 然後機桶告訴他一路就走回來 不要任何回頭 也不要看旁邊就回家 接下來就好了 完全結束了 只流上臉上那個疤 淚殘的疤 你說那個叫庭牙宮 庭牙宮 庭牙宮 懸天上帝 對啊懸天上帝 就懸天上帝 剛剛你講的那個七星劍有沒有 那個基本上就是 他寶劍上面的那個符號 我們南斗駐生 北斗駐死 所以他跟死亡是有一些關係 不過畢竟在我本來就是有冤 我現在是要來報仇或什麼 也許我 我想他沒有拿到黑令旗 拿到黑令旗就麻煩了 拿黑令旗通常 對 就比較麻煩 他就 可能就沒有辦法像後續這樣子 就直接把他趕走 其實我曾經有遇過一些比較特殊的 這個案例其實很特別 他當初就是一個 一開始是一個女孩子來 那這個女孩子來的時候 他只是運勢不好 但是他後來講的時候 他後來他變好以後 他第一個想 那老師我妹妹他 他就請他妹妹來 我說好 他妹妹就整個臉喔 他是黑的 黑的喔 那不是像人家 不是人家那種喜色那種 那種就是皮膚轉黑 他就真的從裡面這樣透出來黑的 可是你在黑的裡面還有一點點光澤在 那我就想說這個 我就說你卡到那個 我說你這個有冤心在如在 他說他不知道 他就是一直都很不順 我說那你有聽到什麼東西 他說有 他常會聽到聲音 但是他看不到人 那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當天幫他處理完之後 我就說這個 我可以幫你溝通 你這個還可以溝通 處理完之後 大概就沒有事情 那當天晚上 我想這個是最 當天後來發生的事情 才是他心裡頭 沒有辦法抹滅的一個陰影 當天晚上 姊姊比如說坐在 你的位置 看著電視 然後他的妹妹大概就是 坐在差不多 不好意思 聖美 這樣的一個對應位置 所以當你在看電視 你眼角餘光是看得到他的 然後他就看到他妹妹 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突然間聽到一聲 啪 那個手 打在那邊這樣 啪的一聲 這樣的聲音 可是沒有東西 我在看電視 他在這邊 沒有別的東西 沒有其他的人 然後他妹妹就趴的 趴下去在桌上 他說你怎麼了 他說他的後腦勺 被人家好像狠狠的 扒下去 他後來他就說 他第二天他真的是這樣 他說怎麼辦 他是不是不肯幫過我 我說沒有啦 他這個問題 其實基本上 處理完了 那其實呢 但是他的怨念未消 他最後他一定要打你這一下 他才願意離開 果然從那一天之後 就再沒有事情 最後謝憤 對 那樣子 表示我好歹也報過仇了 怎麼樣 剛剛謝老師在講到那個 就是 所謂的拿黑令器那一種 那一種就是 你的捷運已經非常非常深了 比如說我在前幾次 比如說前幾次 他們的暈 是因為 殺了人家全家 而且你殺了人家全家 還不是因為你跟他有仇 可能你是去搶他們全家 倒匪 對 倒匪有什麼 把人家整個殺掉 然後這個被殺了 他很不甘願 所以他往生之後 有去申請 有去請了 所謂的黑令器 黑令器 這好像請到一個執照 我有復仇的執照 007 對 所以他回來 如果他今天回來 要鎖命的時候 其實一般的小神 或是一般的法師 是不願意去介入的 因為 那要有什麼層級嗎 一般來講就是像 類似像比如說 對牙公這一種 就是他的 已經是地級的這一種 神的位階 對 神的位階 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才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我們會 其實在公廟裡面 有很多的法師或是機身 他不懂得這些禁忌 他什麼事情 全部都插一腳 都幫人家處理 處理到最後 連機身都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最後機身 就會跑到哪裡 跑到我們台灣一個 非常有名就是三條輪 那邊的包公廟 去那邊做什麼 去下營個 就是你已經幫人家 背了很多的因果 所以你要去那邊 請包公幫你做主 就是說我是出自於善心 幫人家處理的 我也不是故意要機婆去介入 但是因為你這樣 你背得太多 就好像剛剛聖美在講的 就是不關那個網友的事情 結果你拿了福電給他 人家就換招你了 其實很多的法師 他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處理得不好 結果有時候 就真的會找上你 所以您剛剛講 就是到那個包公廟 然後就把那個 身上背的其他人也 把它給卸下來 對 就請包公來做主 其實一般來說 輕微的話 像我們有遇過 就是身重病的 他可能會一整個月 大概一兩個月 那個病都不會好 OK 然後我也曾經有遇過 就是那個 他也是 他開工廟 他也是幫人家處理 因為他看不到 但是他覺得 他都能處理好 所以他可能會幫人家處理了 然後回去的時候 只有喝醉了 從樓梯摔下去 從此以後他的腳 就一拐一拐 所以有一些 再嚴重的就是 手啊 腳啊 或眼睛 突然間就看不到 其中我知道 我遇過處理 我遇過兩三個是 就是突然間 心血管玻璃 然後就突然包庇 就沒了 因為他也是 幫人家答應說要處理 然後他說 這個他包到好 如果沒有好 你可以再來找我 大概都在半年內 這個市主打電話去 我說 我要找那個某某某 那個老師在不是在 他說不好意思 老師現在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他說怎麼了嗎 他說他已經過世了 然後我剛才講 另外一個是說 他突然間 他說 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他說為什麼 他說現在眼睛看不到 就突然間眼睛就看不到 所以其實 觀眾朋友 其實有很多的老師 他們在處理這個東西 基本上都要比較謹慎 慎重去決定 然後怎麼樣去處理 牛姐請問一下 我們常聽人家講說司法術 尤其在東南亞 還有什麼將頭 我們都常聽像這樣的東西 可是對我們團員來講 聽著會覺得很玄你知道嗎 可是你每次看到電影或是 或是那個社會新聞寫的 都覺得好像真的就是這樣 你有朋友發生過這樣是嗎 這個在十年 大概十年前吧 我們公司裡面一個業務 他帶團出去的時候 他的團員裡面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他帶了一團去太北 然後他們到了清邁之後 晚上的時候 通常導遊就會帶客人去按摩 然後那時候去按摩 他團員裡面有一個吳先生 我們就叫他小吳好了 因為他待的那個工廠裡面 也有用太勞 所以他真的太勞都處得非常的好 然後有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太文 結果他去按摩的時候 因為剛好那個技師有年輕 然後又長得還滿漂亮的 然後他就用他簡單的太語 就開始跟他溝通 跟他聊 結果還聊得滿開心的 後來他們按了兩個小時之後 當然隔天就開始繼續行程 走了五天之後再度回到清邁 回來清邁的時候 導遊就問說 第一天大家去按摩 好像都按得滿開心的 我們今天要不要自費 大家再去按一次 很多人就說好… 明天就要回台灣 讓我們再去按摩好了 這個小吳就說 好 我要去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我要指定那個技師 對… 還好那個女技師剛好有空 所以去了之後 就那個女技師幫他按 可是躺在他旁邊的團員 就有點看不下去了 因為他說 他們在按摩 不知道誰在按誰 然後就開始 就是在那邊打情罵跳就對了 然後後來回到飯店之後 到隔天早上 我們那個同事 他發現小巨人 把那個按摩師 居然約回飯店裡面去了 然後我們那個同事 就跟他開玩笑 跟他講說 你這樣回去 要回來台北探親 你還記得跟我開機票 然後這個小吳就跟他講說 這一夜請完一晚就好了 還真的 這不能當真 結果後來回去之後 隔了大概一個多月 那個小吳真的跑到我們公司了 然後那時候來的時候 我們同事看到他的時候 嚇了一跳 因為那個小吳大概差不多八十幾公斤 可是那時候來的時候 整個人很明顯就瘦了一圈 然後那個氣色不是很好 然後那個小吳才講出來就是 那時候他回來的時候 大概隔了一個多禮拜 他開始只要不敢吃什麼東西 吃下去就吐 而且吐出來的東西非常的腥臭 然後整個人非常非常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他就開始跟公司那邊請假 那他們公司裡面 就大概知道說 小吳大概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他的病是怎麼樣 然後他的病是怎麼樣 他公司裡面那個太老 聽他們這樣敘述之後 他想說 奇怪 他怎麼感覺上 跟他小時候他們 鄰居被下降頭的那個感覺 怎麼那麼像 所以就跟他說 那你不能去小吳他們家去探病一下 結果去了之後 看完他的徵兆之後 那個太老非常的相信 這個應該是被下降頭的 所以他才回來又開了機票 那機票開了之後回去 怎麼處理的時候 實在我們公司人都不知道 可是那個小吳他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每隔大概一兩個月 就會來買一次機票 飛回台北 一直到我接到這個通告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我那個同事說 你自己人家買了有個認同嗎 怎麼樣嗎 結果他那個客人 來回跑了三年 就 往生了 就走了 他年紀不大對不對 30歲左右而已 就走了 而且是 沒有什麼 查不出什麼病因 然後就走掉了 所以到底是因為 所以不要亂按摩 做真的沒有 解掉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老師這種 因為聽起來 有點像我們聽過 不管是下降頭下骨 或什麼什麼一大堆這些 那這種一定要回到 原來的那個地方去解嗎 不一定 其實主要是 對方下得強不強 像比如說 我們很多 有一些降頭 或骨素魚頭 他有一些是比較 類似生死降 或是植母骨之類的 那你就是一定要回去跟他講 因為那個是對方已經是 就是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等於他用他的命跟你配 比如說曾經有一個人 他被下植母骨 那一般的骨蟲 通常吐出來 我們一般 你要想說 如果吐出來真的有蟲的話 正常來說的時候 應該不太會馬上死掉 但是他那個很奇怪 那個骨蟲是長在胃裡頭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呢 他寬度是4公分 長度是20公分 一次吐大概4到5條出來 可是你要想喔 他前後吐了大概2個禮拜了 那你要想2個禮拜 如果這樣算起來 你的要多大 你的胃怎麼可能都在裡頭 然後重點是 他吐出來大概1分鐘內 那個骨蟲就會死掉 然後後來最後沒有辦法 最後我印象很深刻 他後來去那個時候 用那個在處理的時候 他吐了一條很長的那個出來 但是只吐一截 我們後來就收法 就不做處理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是植木骨 這個出來可以 但是對方那個女生會死掉 所以後來沒有辦法 就是讓他收法回去 那你就是回去跟他道歉 不管他跟你開什麼樣條件 你能夠那個的話 你就去跟他呢 後來回去之後 跟他對方講 他真的不是那個 他這邊是真的有家庭有那個 最後人家才好吧 那就最後還是處理掉了 那謝老師請問一下 常常會有我們在媒體上看到 有人弄個小人 然後在那邊紮針的啦 或什麼的那些 那些真的會有這樣的 所謂的法術性的嗎 像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指人 其實他其實原本還有符 但是符在當時處理的時候 已經處理掉了 所以就目前在手上 就是還有這一張紙 上面有他寫的字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他的手腳擺動 就很像一個活的人在動一樣 基本上來說 通常這種詛咒 最早期的時候 大家如果去搜尋的話 古代在皇宮裡頭非常多 不管用指人 還是用這個草人 然後甚至到最後 他們有這個明文規定 就是律法規定 就是如果抓到的話 就是要一律 這一定處死 對 一律處死 我講個例子好了 這個例子其實他原本是一個 做中古車的生意 那當然這個我當初去幫他看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整條街都在做中古車 那中古車你要想 這個車你可以買 他也可以賣嘛 那所以基本上 大家生意不會差太多 後來呢就是因為他整個家裡頭 都看過風水調過以後 他生意也很好 很好之後呢 就引起隔壁鄰居的嫉妒 然後突然之間 為什麼他會突然間發現 是因為他在一個禮拜裡頭 我的店裡頭是一個客人突然間 就一個客人都不上門了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昨天還這麼多人 怎麼今天就突然間就開始就沒有人上門了 那我說好吧 我幫你查查看好了 結果我說 他說喔 你隔壁的 你隔壁右手邊 這個鄰居 他給你下 就是給你下東西耶 他說真的嗎 有可能嗎 我說你現在去挖 就在你跟他中間的那個牆壁 那個是一個花圃 是不是一個花圃 他說對 是一個花圃 我說你挖花圃那邊 你挖下去 他要挖多深 沒關係你就挖嘛 一直挖嘛 挖到有為止 他一直挖一直挖到底下去 裡面有放了一個像羅盤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一把斧頭 我說這把斧頭 還好你發現得早 如果發現完的話 你們家裡頭應該就會有人出事情 他說那現在怎麼辦 我說沒有怎麼辦 你把它收起來 我說現在把它破了之後 它就會反彈回去 那就到時候看看啊 你就看它有沒有出事情就知道 後來大概差不多在四天之後 隔壁的隔壁的兩個男生 隔壁鄰居兩個男生 先後發生車禍 然後一個很嚴重 一個手跟腳都斷掉 一邊手跟腳都斷掉 後來他就很難過 他說這樣是不是我害他 我說沒有啊 這個基本上你不用想到 因為它是反彈回去 你今天做了什麼 今天只是還給你 他基本上我沒有再施做那個 不過一般反彈回去之後 通常影響力會更大 所以我曾經也有遇過 也有遇過幫人家解 解沒有解成的喔 就我現在幫他處理 這個人好了沒事了對不對 隔天後他倒下去送到醫院 然後差點死掉 然後後來就是 對方的法師知道之後 那對方法師比較厲害 他又把它又再弄回來 就變弄到 不是再弄到原本那個人 弄到法師 也幫他解骨了 解的那個法師 像頭的法師 那一般其實有一些預兆 觀眾朋友可以稍微判斷一下 預作判斷 你的眼睛他翻起來 你的上皮下面 上皮上面有沒有 這個眼白的地方 有沒有一條灰灰的一條直線 直的喔 灰的直線的話 他其實就是 你就是被人家下了符咒 如果他是黑黑的很深的那個 很直的那個黑線的話 就被人家下降頭 那如果你是翻下眼白 翻下來看的時候 他有很多像那個蝦軟 你有沒有吃過那個 那個有那個蝦軟那個有沒有 那一粒一粒那一點點 就在那邊一點一點點的 黑色的話 就被人家下骨 只是我們一般這樣講的時候 這樣看不出來 你一定要撥開來看才知道 那如果是紅色的線的話 那個就是 好兄弟 那個就是鬼了 那如果 以前人最怕叫 紅線穿瞳 就是你這個血管啊 他就紅線穿過眼睛的瞳孔 穿過去 到底了之後就沒救了 OK 那你如果整個班發現那個眼白變紅 或你可能就腳磨眼 那可能就要去看醫生 睡眠不足 對對對 因為夏老師剛剛講 因為我們常聽 講說那個黑線或灰線 或是什麼 就是聽起來 聽起來蠻血的 但沒事就會看眼睛 到底有什麼狀況 市民你有被殺過這種 對 我以前是不相信 不太相信 你到底得罪誰啊 不是我認為 不太有人法力 可以到這種地步 可是我發現呢 像我們來賓 我們節目來賓 上節目有時候人家會幫你算命 是不是就會把我們命牌給公牌 對 我又是個老實的人 很多藝人其實都給假的 我都給真的 那是不是誰都可以拿到我的 深深八字 有一次我是跟謝老師一起上節目 老師一樣就是 我還記得那天是 就是講說被嚇壞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老師就 我坐在老師旁邊 然後老師就說 例如啊 這個眼白的地方 結果他一撥我的眼睛 是真的 我從來沒有發現 我沒有發現 我眼白啊 往那邊看 然後我眼白的地方 就是一條灰色線 直直的 我真的嚇呆了 而且我不只有 直直的灰色線 我底下有一點點 一兩點 是黑點 然後我那時候有點嚇到 因為我那段時間 出過一個大車禍 然後 當然就是那段時間 其實官司啊 官非什麼都很多 然後有點衰 後來老師有幫我處理 因為 處理掉之後 然後 當然我跟你一樣 你一定也想知道是誰 對啊 我怎麼查啊 這個又不是實名字 他沒有去掃嗎 他沒有去掃Q阿公 沒有 我只在想說 誰那段時間 但你猜得出來吧 我 因為 你知道很準的 老師處理完之後 對方一定會出事 要辦瘋掉 要辦過殘 要辦 之類的 我猜啦 你知道 因為有頭再有主 不要再對我幹的東西 所以上節目是有好處的 蛤 上節目是有好處的 可能喔 對 要不是老師看到的話 對啊 要不然我都沒有發現 所以我們今天就少了個來賓 謝謝你 是不是 鄭鋒 像是小 我們常聽到扎小人的嘛 扎子人的啦 或什麼這些 到法律上也沒有辦法對不對 沒有辦法 這不像當年說 古代可能大清一律 大明年律有規定 你去看所有的那古代 每個朝代 幾乎你要陷害哪個平妃 哪個太子或什麼的 對 都用這玩意兒 就沒事叫跟你熟的太監 就跑到他那個地方 床底下塞一個 然後突然跟皇上說 我頭暈 然後就到那邊一找出來 他一定就被拔掉 對 然後旁邊的那些太監公主 一定全部砍掉 古代就是這樣 因為古代超怕這個東西啊 對 但在現在法律就沒有用 現在沒辦法 民國之後沒有這條律法 就是這個扎小人啊 扎草人這個東西 真的就只是一個信仰 只能說他可能會有 怨念有意念上的效果 可是在法律上 他其實就是一個行為 一個中性的行為 你要靠這個去告人 不太可能 OK 有很多時候我們剛剛所聊的這些內容呢 當然我知道有人信 有人不信 但不管怎麼說 我們常講說有很多時候 心裡面如果能夠安心的話 這點對很多行為處事 都非常重要的 而且 對 莫以惡小而為之 莫以善小而不為 有時候心存善念 做很多的事情 那應該都會有好報吧 而且不要覺得 如果做的壞事 不是不報 只有後味道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這次有詞 我們下集節目 拜拜